老鼠生病了可以吃老鼠药治好吗 当然不能啦 老鼠生病了应该去看兽医 而不是自己随便找点药来吃 我给本地AI大模型加上了嘴巴和耳朵 让他能听能说能和我对话 然后呢我就把弱智八的经典问题甩给了他 为了让他能答对这些刁钻古怪的提问 我给他配置了丰富的策略提示 可最终这轮AI大战弱智八的结果却非常意外 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小弟小伙伴也请坐 我是林毅 这次的项目呢我还是会开源发布出来 大家呢也可以分分钟拥有一个 在自己电脑上的大模型语音助手 自由自带的和AI交流 今天呢咱们就聊聊他该怎么用 也分享一下我是怎么一个不小心 把我这个AI给搞得走火入魔的 今年9月底ChatGPT开放了对话功能 网上呢一下冒出了一大批调戏AI的视频 可实际用下来ChatGPT的对话体验 和这些短视频里展示的其实差得很远 最明显的呢就是反应太慢 地球上的望远镜那么厉害 为什么看不到地球 望远镜通常是用来观察地球外的天体 比如星星星星和其他星星 地球上的望远镜无法看到地球本身 就像你无法用你的眼睛看到自己的脸一样 ChatGPT答的确实不错 但从你问完问题到它开始回答 每次呢都要断十多秒 非常影响体验 而且像我在香港 现在呢也不能直连ChatGPT 偶尔网络一波动 AI的语音呢就会模糊不清 甚至聊一半直接整个断掉 网上的视频呢一般都会把这些停顿和故障剪掉 可实际用下来就差得远了 根本就不是一个能正常对话的节奏 不过这种形式非常好 直接和AI对话省去了打字和阅读的麻烦 就像平常和朋友随便交流一样 也更容易迸发灵感 所以呢我就想能不能不用联网 直接在我自己电脑本地上 做一个这样的AI语音助理出来 而且它的能力呢也得比较强 这次呢我们倒不用搞很专业的指标 我就是希望它能战胜弱之八问题就行 这些问题呢虽然搞笑的成分比较大 但因为它们里面包含着各种逻辑陷阱和字面误导 所以呢还真别说 它们呢真的挺能直观的展示大语言模型的能力 今年是属于AI模型的一年 ChatGPT刚过完一周最生日 它的急速成长呢大家肯定都有所耳闻 不过除了ChatGPT这样的避元服务 今年开源大模型领域呢也同样是进展神速 前阵子呢我比较关注零音万物的E模型 它放出来的测试成绩呢还是很亮眼的 但是呢前阵子它刚被抨击了一波 核心问题呢就是它明明用了Meta开源出来的LAMA大模型的架构 却没有明确说明 甚至还改了一些变量名 导致明明能和LAMA同用的很多工具都没法同用 这种事呢我是支持大家去批判的 必须让国内企业意识到不尊重开源成果的舆论代价有多大 有多痛 这类套壳别人无私开源的成果 拿过来硬说是自研的风气呢才能被遏制住 技术研发的大环境才有可能改善 像这次技术社区全面抨击的结果呢 就是零音万物发布了公开声明 承认了LAMA架构在E模型中的重要意义 也发布了统一变量名之后的新版本模型 也算是终于干干净净的融入了开源社区 纯旧模型能力来说的话呢 E模型的表现还是很惊人的 特别是中文能力方面 从零音万物发布的测试成绩来看呢 E34B模型在多项测试上都在开源大模型中排在首位 而且是用340亿参数超越了LAMA2 700亿参数的版本 但是呢大模型的性能评估向来都是选学 这方面呢我下不了结论 不过我能确定E34B模型的中文能力确实要优于LAMA 老观众都知道我是实际上手运写过LAMA模型的 甚至呢还把它接入到视频评论区和观众互动过 前几天零音万物呢发布了E模型用于聊天的版本 这次测试的时候呢随便聊聊就能感觉到 它在中文能力上确实有明显的领先 另一个质的飞跃呢就是在大模型的运行速度上 不过这个呢不是E模型的功劳 而是开源社区的成果 从LAMA发布之后就一直在做本地大模型加速的George团队呢 今年8月底推出了更灵活更通用的GGUF格式 具体呢可以不用理解 反正叠加上这大半年的成果 新一代格式下的大模型本地运行速度快了很多 同样是在Mac Studio的M2 Ultra芯片上 同样是300亿参数的模型 我7月运行LAMA的速度 每秒AI呢能输出2到4个词元 而这次升级到GGUF格式之后呢 运行E模型的速度飙升到了每秒13个词元 翻了有四五倍 后面我这里给大家放的片段不会有任何加速 大家可以直接感受一下这仅仅半年的时间 本地大模型运行速度的显著变化 看到这个速度再加上更强的中文能力 我心里就有底了 我的目标呢是打造一个 可以在本地流畅对话的AI语音助理 首先呢 我基于之前那个去溺水海里捣乱的AI的项目 给语言模型接上了苹果系统自带的语音识别 和语音输出能力 也就是加上了听和说的模块 当然后面呢 我也会加上支持Windows的版本 这两个模块搞定之后呢 语音助理基本上就出来了 可是一测试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出现了 变形金刚买保险 是应该买车险还是买人寿保险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保险规划问题 虽然现在大模型的输出速度飙升 可是有时候呢 AI要讲的话也很多 我实际测试的时候 有时候AI的回复要七八秒才能生成完 程序等回复生成完毕再开始播放语音 那其实比拆的GPT也没快多少 所以接下来我又深入研究了一下 大语言模型的运行机制 这次我使用的语言模型框架叫LineChain 我发现LineChain其实本质上呢 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输的 并不是像我们观察到的那样 只能一次性把全文甩出来 所以我把程序修改成了多线程 只要大模型回复的第一句话输出完毕 程序呢 就会开始把文字转成语音输出 一句话跟一整段比起来 那还是快多了 蓝牙耳机坏了 去医院挂号挂耳科还是牙科 这次再来测试呢 体验就舒服多了 从我讲完话到AI开始回答 中间呢大概停顿三到四秒 这就跟人与人正常对话差不多了 不会再有明显的割裂感 可是这个AI助理呢 依然有很明显的缺陷 甚至和之前测试的时候 都有很大差距 比如演示片段里来耳机的问题 AI呢还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 蓝牙耳机坏了 按他的说法呢 耳科和牙科都应该去看看 可是我之前直接用文字对话 进行测试的时候呢 同样的语言模型 其实是可以答对的 再比如呢 就是这个语音助理的回答 也都特别死板 时不时呢 就把自己只是一个AI模型 这事搬出来 然后拒绝回答问题 或者呢 回答的非常机械 冷冰冰的 没有一点感情 这和之前的测试也不一样 之前呢 不仅有好几个问题都分析的挺对 而且用词呢 也很自然很活泼 甚至呢 你还可以和它更深入的探讨一些敏感话题 ChatGPT和B应这类在线服务呢 都会直接掐死的那种 实际上呢 这也正是本地运行开源大模型的 独特魅力所在 可是我的语音助理呢 却好像全面退化了一样 那两种模式一对比 很明显 区别的在于文字测试的时候 AI的提示词里是有角色描述的 而我在语音助理的程序里写的提示词 就只是干巴巴的几行要求 没有任何的角色代入 这一点呢 有的朋友可能是第一次知道 其实你在和ChatGPT这类聊天机器人对话的时候呢 你每发出一条信息 AI真正收到的内容其实都要长得多 里面额外呢 还会有比如说AI的角色设定 语言风格设定 还有和你这一轮对话的历史记录 和AI作画一样 聊天机器人其实也是需要提示词的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呢 我就把文字测试用的那个平台的角色描述 整个复制了过来 可是一测试 语音助理的回复还是干巴巴的 为了定位问题 我让他给我做个自我介绍 为自己是零一万物开发的E模型 也就是说我的提示词根本就没起作用 代码呢还是有问题 为什么这么琐碎的一个代码问题 我没有直接跳过呢 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天非常实用 也非常新颖的技巧 就是去使用AI文档助理 前面有说我这次开发这个语音助理 用的是LineChain这个大模型框架 像LineChain这样的AI工具呢 它的说明文档就配了AI助理 以前呢我遇到这种代码问题 我可能还要去文档里查找一下学一下 然后再把代码里出错的地方找出来改过来 但是呢这是旧时代的做法 在今天这个AI时代 像这种带AI助理的文档 我会直接把代码复制过去 然后让AI助理去根据文档里记录的各种函数 各种技术细节来把我的错误找出来改过来 就不需要我自己去查了 不过我给大家放的片段呢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 之前那个忘了路了 但意思呢都是一样的 AI对程序开发工作流的渗透还在继续 程序改好之后 我对提示词也又进行了一些调整 还让ChatGBT帮了点忙 我生怕AI不知道弱智疤的经典问题里面藏着陷阱 在提示词里对AI是千叮咛万嘱咐 这回再一测试味终于对了 而且不仅味对了 我感觉这个语音助理还秀了起来 我问他为什么我爸妈的婚礼没有邀请我 他不仅给出了正确答案 还细致的给出了具体的生物学分析 甚至有点过于具体了 接下来蓝牙耳机的问题呢也是轻松搞定 可再往下 我慢慢发现新的问题逐渐浮现出来了 就是这个AI呢 好像被我的提示词搞的思想过于复杂了 甚至有点被迫害妄想症的感觉 彻底在脑筋急转弯这件事上走火入魔了 比如说我问他那个经典问题 配个6000左右的电脑大概要多少钱 结果AI呢就跟着了魔一样 他就非要纠结于我用大概和多少这两个词 实在给他挖陷阱 还一副把我识破了的样子 让人非常的莫名其妙 然后后面那个生好煮熟之后应该叫什么的问题呢 更是谨慎又谨慎 反复强调这个问题里可能有文字陷阱 就是不回答 然后又问了一遍 生好煮熟了到底叫什么 这次呢 他倒是终于把正确答案给了出来 但也真的是把推导过程搞得极其复杂 一会儿分析物理变化 一会儿分析化学变化 我都不知道应该说他是走火入魔了 还是应该说他把任务120分的完美完成了 最后问他为什么警察不去监狱抓人 这个过度神经质的AI呢 也是非要列两种情况出来 生怕逻辑存在漏洞 可是呢这没什么必要的第二种情况 反而有点站不住脚 整了一出聪明反背聪明物 不过到这儿呢 虽然看着这个可怜的AI 大家可能觉得有点搞笑 但它暴露出来的其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就是AI这种不可控的问题 特别是这次我们展现出来的 这种好心办坏事的情况 我明明呢是想让AI更好地应对脑筋机转弯 结果呢却无意中让他对可能的文字陷阱 产生了极度恐慌 变得疯疯癫癫的了 这还是一个只能听和说能力也并不强大的AI模型 如果是未来那种控制着汽车工厂 甚至是武器的超级智能 如果也出现这种好心办坏事的情况 那代价可就太大了 这种情况呢 甚至比坏人搞破坏还要恐怖 明明是专业工程师好好写的AI程序 可能突然就发狂了 那说回今天这个项目 后续呢我还有一些优化工作要做 比如加入对Windows的支持 还有对更小尺寸模型的支持 这样呢大家在各种设备上就都可以和这个AI随便聊天了 这些工作做完之后呢 我就会把这个项目开源出来 而且它呢只是我打造一个完整版AI助理的第一步 后面呢我还会被它加入更多功能和特色 比如呢像拆的GPT一样 给它切换一套更自然的语音 这方面呢有两个很好的开源项目 Mass TTS和Burt VITS2 这两个项目呢是同一个技术思路 两位作者呢也都在B站上有账号 后面呢我会研究一下如何把它们整合进来 这里呢我让我的AI助理生成了一段求点赞的口播 然后呢用Burt VITS2的在线服务生成了一下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未来加入之后的效果 反正我是挺期待的 当然后续呢我还会加更多的功能进来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频道 不过今年剩下的这一个月呢 我应该还是会先讲讲AI领域 今年发生的这些大事 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林逸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 没关系我越安安静静的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总是会有人在歌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观看